三国武将排行,真是吕布第一赵子龙第二点为排老三吗? 三国武艺大比拼,真是吕布第一赵子龙第二点为排老三吗? 我看未必如此。 说到三国历史,好些人都说是貂蝉间接害死了三国第一个武将,吕布。 吕布武艺高强,自然是不用质疑的,但是他的武艺是否真的在三国时期能排第一呢? 这个事情,值得商榷。 你对于,三国武将排行,真是吕布第一赵子龙第二点为排老三吗? 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三国时期的吕布,书中介绍是他手臂力量较为强悍,不过在三国英雄辈出的时代,毕利过人的大将。 有不少,并非只有吕布一人,在这方面的能力突出。 按照正史记录,吕布这个人,应该是起码射箭能力不俗,但是为人不拘小节,且在三国时期,也莫有什么突出的战绩,而且还吃过几次败仗,在帮董卓的时候,却被孙坚两次打败。 如果连孙坚都打不过,那我排名第一,我第一个不同意。 赵云武艺排名第二,这个事情,我也不敢苟同。 说到赵子龙,这位大将,如果说有情有义,我非常认同,但是武艺榜眼,真心不能认同。 他之所以在三国演义中,被介绍武功不错,可能与刘备有很大关系,作为三国义主,曾经在赵子龙在汉水救了皇中后,大魏夸赞赵云的本事,也由此电视剧中开始拔高赵云的能耐。 不过,纵观三国历史,后期会发现,赵云的武力,似乎还远不及张飞。 点为呢,在三国中,其实出现次数不是很多,两次都跟救主有关,可能只是非常有力气,加上曹操又非常喜欢他,信任度极高,由此将他抬到了三国武将的炭花,其实,如果单凭他曾经救过曹操,力量超群,就被排名第三,感觉也是有点欠妥。 根据演绎和俗语的排名,看似压根看不到关羽的名字,但是事实上,三国之中,关羽还有一个外号叫万人敌,我看这个外号非常适合关羽。 史书中,对关羽的记录,力量无穷,而且马上功夫非常了得,善于骑马射箭,在三国那个年代,莫有什么先进武器,大家真的是真刀真枪的去上阵,那么擅长骑射自然是非常占优势的。 在三国史书中,曾有一次真的就是一万人中斩杀对方首领的事件,而这个主角就是关羽,关羽不仅在众多僵射中杀出血路,还毫发无损,斩杀了敌军首领炎良。 另外一个在三国中被称为万人不敌的一员大将就是张飞。 不仅武力超群,而且也有胆识和魄力,虽然智谋略弱,但是单单说是武艺的话,张飞虽然不敌关羽,但是却可排第二,至少正史中,他还是和关羽齐名的万人敌。 三国那么多英雄好汉,曹颖的庞德,蜀汉的魏严,都是武艺不错的选手,远远超过了点维,故而,三国武力大比拼,我看关羽张飞可以排前二,至于第三是谁,我不敢乱说,但是点维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,而且在三国中出现次数也不多,故而,他排名第三,实在是有点不合情理,关于三国的武艺排名顺序, 你们觉得该是怎样呢?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你的收看,欢迎下方评论留言,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,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,秦朝最有名的宰相,所提方案被秦始皇一一使用,反而留下一事骂名。